第585集 方平也是蹊跷流血 却是笑得冷酷 暴鸣声在起 有强者怒吼 身上爆发出灿烂的光芒 强行脱离了小城 不止一人 五六位强者身上都爆发出了光芒 消失在了小城中 精神力进段配事虽然少见 可地窟绝颠多 这些精确和一镜 几乎都是绝颠的门人弟子 有些和绝颠的血缘关系 也就在四五代的样子 这些人脱离 还是有人无法脱离的 眼看方平挥刀 有人绝望悲悯 接着轰然自爆 小城破碎 方平头晕目眩 满脸金色血液 如同恶魔再生 呀的 老子弄死你们 凤王子 有人抱贺 不远处 封灭声也是狂暴了 长脊快如雷霆 打得李寒松 颅骨嘎吱作响 铁头这时候 面部已经血肉崩溃 依旧抱后连连 一次次地强行用筋骨化的头颅 去抵抗 一旁 王金阳三交之门浮现 气血之门半开 身上被血剪包裹 如同幻影围绕着风化声 四处袭杀 方平健壮再次抱和 小城再一次浮现 这下子 哪怕封灭声也是破口大骂 该死的 该死的 为什么 不灭神炸裂了一次又一次 为何会一次又一次地恢复 为什么 附身舞者都是这样的吗 不 真要如此 王廷早就战败了 哪还会压着对方的 笔尚你 封灭声抱后一声 一挤扎穿了李寒松的肩胛骨 挑飞了李寒松 下一刻 头也不回 顺势一挡扫向上空 暴响声传出 老王倒飞而出 口吐鲜血 而方平 这时候则是再次自爆了小城 一刀斩出 斩杀了两位精血合一 短短时间内 他和姚成军已经击杀了四人 自爆了两人 六位在禁区也是天骄的强者 眨眼间死去 剩下的那些精血合一 有人退出了战圈 却不是逃跑 而是怒喝道 拖住他们 这话一出 剩下的那些人 拼死和方平两人作战 而逃到外围的这人 全身血肉 仿佛瞬间被吸干 眨眼间 面前凝聚出一把金灿灿的飞刀 方平脸色巨变 一刀斩退一人 刚想避开 金色飞刀就击中了他的胸口 方平口中吐出大量的半能量化 内斧碎片 外套破碎 里面的九品内甲 出现了一个裂口 方平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果然 很多人都有大杀气 刚刚这柄飞刀 差点把九品内甲都击穿了 纵然没有彻底击穿 却是震碎了他的五脏六腑 此刻的方平伤势重到了极致 换一个人 此刻恐怕都要死了 哪怕李寒松被击中了 颅骨都有可能碎裂 而方平被击中的一瞬间 手中出现了一个瓶子 下一刻方平吞下了大量的生命精华 内斧碎裂的伤势也快到极致地再恢复 还有吗 呵呵呵 再来呀 方平凝笑一声 小城在线 轰隆炸裂 这一瞬间 姚成军长枪挥舞 再次斩杀一人 而方平则是盯上了那位皮包骨的武者 见他好像无力再动 神兵破空而出 一击将对方头颅斩落 神兵长刀迅速飞回 方平都没顾得上再捡神兵 身影一动 一把抓住了头颅破裂的李寒松 头也不回地顿去 而老王和姚成军也是速度飞快 在方平动身的一瞬间 一起顿头 畜生 本将和你剥死不休 身后封灭声长脊破空 一击刺向方平 而方平一把抓住了长脊 手骨血肉崩裂 死活就是不松手 伤势重到了极致的李寒松 欲哭无泪 断断续续道 别 别抢了 不然 跑不掉了 长脊在剧烈挣扎 再拖延下去 封灭声要追来了 方平咬牙道 八片 我去 算了 还有机会 说吧 方平用力一致 长脊飞出 下一刻 方平速度极快 顺势捞上了老王和姚成军 拖着这三人迅速逃顿 脚下神兵战靴爆发出灿烂到极致的光芒 该死的 该死的 封灭声追了一会儿 骂来骂去就那么几句 他快气疯了 那两个弱者拖住了他很久 打都打不死 明明才六品 这两人确实有远超六品镜的肉身强度 尤其那个金色脑袋的家伙 每次都用脑袋顶他 拖延他片刻的功夫 另外两人眨眼间 居然击杀了八位强者 原本追杀他们的十六人 此刻只剩下一半了 除了他之外 人人带伤在身 封灭声追杀了片刻 退了回来 脸色阴沉 没多久 怀王子带着人赶了过来 当看到这副残兵败将的场景 怀王子脸色也是阴沉的滴水 又死了八位 妖命王庭的人 恐怕还没进入 他们死了十六位准统领级强者 此刻 妖指王庭这边 死去了四十二人 其中有十六人是精血合一 剩下的人中 加上两位王子 总共也才十四位精血合一镜 废物 一群废物 封王子暴怒 眼神冷丽地扫向 刚刚拖住方平的那些人 十五位准统领 居然被两人杀了一大半 众人都不吭声 封王子是真王静强者的嫡孙 身份比怀王子还要尊贵 因为怀王子血脉 已经超出三代 可众人心中也是憋屈 封王子号称无敌战将 横扫四大王庭 结果呢 两位战将中断的武者 居然就把他拖住了 他们队上的两人都是变态 那个领头的 不灭神自爆了一次又一次 这还是人吗 他们被杀得惨重 还可以理解 可封王子这位无敌战将 居然被两个远不如他的武者拖住了 谁是废物 一清二楚 封王子骂了一阵 很快眼神冷力道 继续追杀 这一次一起行动 我和怀母亲缠住他们 你们所有底牌进出 不许再留守 除非想死 在场的众人 大半都有后手 可后手也需要时间准备的 之前被杀得突兀 根本来不及施展 此去的那些人 一半以上都有压箱底的保命手段 可外物终归是外物 没给你时间 没给你反应 死了 也就没了 此时此刻 妖职王庭还剩下86人 其中还有十多人伤势不清 精神萎靡 半小时不到 损失已经高达三分之一 而对手只有四人 不是他们想象中的 冥王后代 也不是那些看起来 就很强大的准统领级强者 而是之前被他们 无视的几位战将中断 有人甚至想起来了 在进入之前 那领头的舞者还在颤抖 该死的骗子 有人低骂 那个骗子 骗了他们所有人 他故意装作害怕 就是让大家无视的 两位王子没管他们 两人眼神冷利 带着众人继续追杀了过去 他们损失惨重 对方受伤也不轻 封灭生都不信了 那个家伙真的能一直无限恢复不灭神 只要被缠住片刻 哪怕能恢复 自己动用爷爷留给自己的杀招 也足以击杀了他 可惜啊 之前一直没机会施展 遗憾归遗憾 封灭生一边 沿途继续追赶 一边冷力道 不少精血和一镜的强者 其实已经可以突破了 不过不选择突破 也是为了更加的安全 或者说收获更多的动机 以及保护一些人 突破了 他们就得进入七品区域 原本还准备进来再突破 没想到瞬间就被斩杀了这么多人 之前有五六位都接近突破的地步 此刻再看 封灭生脸色愈加不好看了 目前只剩下三位 接近突破的准统领了 要知道 这才刚进入 其他各方还没进来呢 接下来 遭遇到了这些势力 也是大麻烦 同一时间 方平狂奔数十里 接着找了个小山林落下 迅速挖了一个坑洞 带着几人钻了进去 布下一道道精神力屏障 方平脸色已经惨白得如同白纸 一旁 姚成君比他还惨 眼神都有些呆滞了 最惨的还是李韩松 脑袋真的成骷髅了 不灭物质泛现 却是难以一时间恢复 铁头 李韩松没有声音 方平咬牙 拿出一些生命精华 胶盖在他脑袋上 这下子 恢复速度快了许多 片刻后 李韩松血肉恢复了一些 声音微弱道 那家伙很强 方平 小心点 方平脸色阴沉道 知道 而且这些家伙 不少人 都有大杀招 刚刚那个忽然凝聚出 金色飞刀的 那一道虽然不设计精神力攻击 破坏力却是机枪 除了我 你们可能一招都被击杀了 说吧 方平看了一眼 漠不作声的老王 又看了看 他被扎穿的胸口 有些无奈 原以为咱们兄弟几个 无敌于六匹了 谁知道第一次 就被打得这么惨 没事 咱们先养伤 养好了伤 再去磨死他们 王金阳虚弱道 这次 恐怕有人要突破到七品了 方平点了点头 接着又道 没事 没几个人 精血合一地被杀了不少 撑死了两三个人 可以突破到七品 也是最弱的七品 只要机会选择得好 我去磕穿一下沙烧 迟早一个个弄死 话落 方平忽然展现笑容 虽然损失不小 可收获也巨大 他刚刚那副破裂 不得不服用了生命精华 加上给铁头的 消耗了大概有一斤多点 价值不菲 可神兵 收获也是极多的 不只是神兵 方平还摸到了一串项链 应该是精神力尽端配饰 你们猜 神兵有多少 这话一出 哪怕刚刚快要死掉的李寒松 也瞬间来了精神 连忙道 多少 二十二吧 哈哈哈 方平面露狂喜之色 咧嘴笑道 还有几把没摸到 来不及了 不过这一战 不算贵 赚了 赚大了 李寒松不萎靡了 来了精神 咧着还没痊愈的血盆大口 傻笑道 二十二把神兵 二十二把 我能分 三点三三把 是这样没错吧 打一架 人又没死 弄到了三把神兵 赚大了 这样的架 再来几次好了 方平几人 瞥了他一眼 铁头好会算账 你这家伙该傻的时候 不傻呀 小数点后面的都能记得 几人也懒得理他 神兵再多 也得等活着出去再说 唉 可惜了 方平有些遗憾道 那把长截 最少八品 而且还是八品中的精品 可惜没能拿到手 说吧 方平开口道 我分十一把 嗯 众人纷纷点头 方平观看了一下财富值 微微凝眉到 都小心点 还没脱离危险 现在 我们还处于最虚弱的阶段 大家尽快疗伤 好 这时候 姚成军眼神不再涣散 低声道 方平 我的那杆枪 这威力变大了 废墟看不出什么 不过 这里很有可能是废墟 方平凝眉 真是老姚他们 最后一站的地方 没这么玄乎吧 王战之地 好像也没想象中 那么神秘和强大 合着老姚他们上辈子 也就打出了这样的地方 当然 未必就是这里 不过我感觉 姚成军沉吟片刻道 我感觉 这里应该和我们有点关联 多少有一些 李寒松再次咧着血喷大口笑道 你们说 会不会有我们上一辈子的遗骸 然后找到了尸体 合二为一 我们能实力暴涨 恢复上辈子的战力 方平一脸无语 王金阳有气无力道 死了就死了 李寒松 不要老是沉浸在未知的过去当中 他也是被铁头弄得没办法了 这家伙现在很膨胀啊 自比绝颠 可实际上 没看两人联手 也被人家一个六拼打得差点崩溃吗 李寒松文言耸耸肩 也不再说 开始疗伤 至于某位 还在等待他们的胖子 谁管他死活 先顾好自己再说 而方平一边疗伤 一边盘算着事情 腰直王亭那边 他之前看了一下 神兵起码有七十兵以上 腰直和妖命王亭的神兵是最多的 这么一算 那边现在还剩下了接近五十兵 妖命王亭的不说 腰直王亭这边 他是拿定了 七十兵全部到手 我能拿三十五兵以上 多的话 哪个四十兵都有希望 那个封灭生的神兵还是八品 真要全部拿到了 也许我就能 破万亿财富值了 方平舔了舔嘴唇 尽快疗伤 伤势好了 马上隐藏企息去反杀他们 这一次 他是磨定了这些人 至于王战之地的秘密 杀光了这些家伙 自己有的是时间探索 现在不急 地下 方平众人还在疗伤 就在其他人都在闭目疗伤的时候 方平忽然脸色一变 半晌 方平倾壳一声道 诸位 睁眼看看 众人文言纷纷睁眼 下一刻 大家都脸色变了 之前 他们落在了一处山林中 方平挖了坑 大家藏在地下 可现在 现在他们居然在一座小山 山头上 李寒松一脸呆滞 毫无察觉 毫无异样 就这么无声无息的 他们周边的环境彻底变了 完全不再是之前的模样 震惊之后 李寒松就急忙道 卧槽 这 这不是要暴露我们的行踪吗 几人居然在小山头上 方平苦笑道 唉 这地方果然邪门 之前张教官说这里 地形随时变化 我还以为只是一个粗略的变化 哪知道居然是这么变的 明明在山林中 在地下 一转眼 出现在小山头上了 这也太邪门了 什么令护 空屑 宁愿 独立 关